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下BIRTH BLOOM这条题,首先看下题目 它说给定n个气球,所以是从0到n-1,每个气球都有一个数值 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气球给扎破 它说当我们扎破第二个气球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它左边的值乘以当前值和它右边的值 这个数量的硬币 当扎破这个气球之后,它原先左右的两个数值会靠在一起 然后你要就是找到这个 你能够搜集到的最大的硬币 然后它说就是等于说 给定这个数组,它最左边跟它最右边 其实是1,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3158,它首先扎破 这个1气球 扎破的时候我们会得到3乘1乘以5 然后扎破1之后我们会得到358 然后我们扎破的是3号气球 然后刚才说的最左边是1,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 不是,它扎破的是5 然后扎破5的话就会得到35乘8 然后我们剩下38 然后我们扎破3 所以我们得到1乘3乘8 最后我们只剩下8 我们扎破8 然后乘1,最后得到167 那这里怎么做呢 首先它看一下它的问题是说 要找出最大的硬币 所以说我们就会想到 可能会用动态规划 因为动态规划比较适合做这种 最恶化的问题 但是怎么做呢 首先这条题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说它最左边跟最右边 它都是1 所以说我们就会想 那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可以再入另外一个数组 就是比原先的这个numbers数组大两位 然后把这个值给copy过去就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得到这个数组 我们怎么求它能够得到最大值呢 首先我们可以想 如果说就是因为它是要相邻的 所以说当你处理三个三个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它的值一定是这三个数相乘 是这样的吗 我们看一下这样吧 首先比方说我们就看这个例子 这个numbers是3158对不对 根据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会拥有一个数组比它大两位 所以说我们会造成这样一个a数组 然后如果我们处理三个到三个的时候 就非常简单 它的最大值就是这三个数相乘 那么问题是当我们处理长度a4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得到最大值呢 首先我们的就是做法是 你首先你确定了两边的数是不变的 然后你会尝试就是扎破中间的数 因为你想它中间可以扎破3对不对 然后剩下这边不是a315吗 那这边又变成了一个小的子问题 就是说要扎破这三个气球 你最大的就是硬币数是多少对不对 这是个子问题 因为你处理这三个数的时候 你把这个1给扎破了 那么你可以现在继续处理这个135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得到135 一方面我们要得到这个子问题 就是这三个硬币我们可以得到最大值 一样的既然我们可以扎破这个3 我们也可以选择扎破这个1 那么它的子问题就变成左边的这个 加上我们扎破115气球得到值 那么当这个长度是5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的呀 就是我们确定了两端的数是1跟8 中间的这个数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315 然后当我们选3的时候 我们就1乘3乘8 还有个子问题就是得到这个 从3到8这一段里的最大值 因为这是个子问题 3158我们可能在前面已经处理过了 那现在我们会知道 我们会扎破1跟5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加1乘3乘8 所以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扎破这个1 所以说1乘1乘8 再加上DP前面的跟它后面的值 所以就可以得到从1到8这里的最大值 当然我们是要把这边几个都试过 才知道这个从1到8的最大值 好的大体的这个DP的模型就出来了 我们需要这个DPIJ 意味着扎破从DI后气球 到DJ后气球 所能得到最大值 什么意思 比方说这里的DP13 也就是说 从这index1到3 我们能得到的最大值 那我们这一段求的是什么呢 是0到3对不对 扎破0到3能够得到最大值 是等于我们试图扎这个气球 加上它的子问题 就是得到它那个最大值 就等于这个IJ可以得到最大值 希望您能理解 所以让我们来做这要题 首先得到N 等于numbers到length 然后我们要逆一个aarray 它的size是等于n加2 然后我们用system array copy source array是numbers 从0开始 destination array是a 然后也是从1开始 它的长度是n 最后别忘了 a0等于1 然后a 我们再得一个length吧 length等于n加2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length 然后这里就是length-1 也等于1 好 就如我所说的 我们需要一个二维的DP array 它的size就是n n 而不是 length 意味着从 这个dpi J 意味着 这个maxcoins 我们可以connected 从这个indexi 到J 好 那么 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长度为3的 然后处理长度为4的 因为 长度为4的 它的指纹就是长度为3的 跟当前的这个扎破气球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gap 因为你左边 加上gap就得它右边的 所以gap从2开始 然后gap 要小于这个length 然后gap加加 然后 我们知道有左边的这个index 对不对 那就是从0开始 left要小于 length减去gap 对吧 然后left加加 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rightindex 是不是 对于left加上gap 然后还有个currented 就是能搜集到多少硬币 好 然后 我们要中间的那个index 就是lefti跟j 那i是从left加1开始 i还有小于right 好 等一下 然后就i++ 然后这个dp 就是这个c呢 它 因为它有多个值嘛 比方说在这里的时候 你这个i是可以选3跟1的 你要得到这两个值的最大值 像在这里的时候 i可以是315 所以说 哦不是 应该是123 是它的index 但它代表这是315嘛 就是三种可能 所以你要得到它们的最大值 最后才等于 这个才等于dp left right的最大值 所以说这里应该是max 然后刻 然后刚才说了子问题嘛 会看到是从left到i 加上dpi到right 再加上当前的这个a i乘以aleft 再乘以aright 好 当完成这个循环之后 就会让 我看一下dpleft 就是每次有个left嘛 然后就让dpleft right 就等于这个c 因为是这边的最大值 那最后返回的就是dp 0 到lens-1 就是它总体的最大值 好的 谢谢收看